你在我身上扣就算了 为什么在我老爸身上都会扣呢 雷辰 我就想问你 你今天下班怎么下那么早 今天下午我有点事请假了 为什么又请假 因为什么事情请假 那点事情 什么事情吗 私事 私事还有私事 你没见你跟我讲 把我寒到这海边来真的是 你到底来看一下风景呗 这风景有什么好看的 我的后遗症都还没好感冒过 我都还咳嗽 你不会你有什么事啊老实说 没什么事是不是又开始呼吁我了 没有啊 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说一个重要的事情 你别玩说了 你就是这一天天的问我有二十万了 你什么意思吗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我是想跟你说 今天我爸过来 来猪海 你爸过来 嗯 那他过来看一下我们两个到底在这边干嘛 一直呆着就不回去 不是快过年了吗 是快 就是因为快过年了 他想来看一下我们 他会叫我们一起回去啊 可以来看我们吧 肯定啊 怎么了 什么时候来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8点到吧 然后8点到左右我去接 怎么这么偷人了 可以吗 这么紧张看啥 理财啊 快 快8点了 我们赶紧去接我老爸爸 你哥们给我一起去接啊 这么远去接吗 要不然 你直接叫叔叔叫个网约车过来呗 你这人怎么正要接女儿接一下老爸怎么了 有这么大意见啊 道理是没错 不只要这样花的来一些吗 又方便 哎我就要去接 不可以啊 顺便把他接过来 然后我带他去买几套衣服 反正快过年了嘛 你说是不是 买两套衣服大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这么贵啊 什么这么贵 衣服都还没买嘞这么贵 你真的想哪里去了 小气真小气 没有没有 我我想着就是还没发工资嘛 我又不要你的钱 你这个人搞威啊 有威啊 幸好我还没用你的钱呢 哎呦 我又不要你的钱去买 没有没有 我就是想着你用多少钱 然后就是我知道附近就是有一个 那种便宜一点的市场 哎呦 为什么又去便宜的市场吗 那我觉得 买个外套顶多四五百块钱 八九百块钱就搞定了 是啊 我觉得 那有 个外套能穿几次吧 然后过个冬 我觉得那里那里一百多块钱好多 你哎呀 我就问你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抠 在我老爸身上都抠 你在我身上抠就算了 为什么在我老爸身上都抠呢 你他可是你未来的老爸呀 你 你也是他未来的女婿呀姐姐 啊 你呢 这不是抠 这不是我不是把道理跟你说一下嘛 啊 你说的都是道理 对吧 你说的都是道理很有道理 你这人没得搞手 真的没得搞手了 脑袋真的烧糊了 要是我爸知道了 你知道我爸会怎么想吗 我爸肯定会不高兴的 你这样子 那你就是在我面前说 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吗 不行 那咱就再去买呗 是啊走啊 我们去接啊 你去不去吧 不去我一个人去了 我还是去吧 那就去啊走啊 真的是